现如今,随着人类科技技术的发达,使得我们对一些除去地球之外的星球,也有了相应的了解,比如除了月球之外,那颗离我们最近的星球,火星,虽然月球离我们最近,而且人类也早已登陆过月球,但是说到底人们对于月球的探索依旧不如火星。 这么多年来,人们对火星发射的探测卫星,以及火星车不计其数,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,而这也让很多人不理解,因我们现在的科技,即使派个宇航员去火星,应该也不是什么很难做到的事情,要探测什么数据有着人在场总比机器要灵活吧,为什么人类迟迟没有登上火星? 科学家,不是不能,而是不敢,为什么科学家会这么说? 其实科学家也给出了解是,这主要还是因为引力的原因,大家都知道每颗行星的引力都不相同,我们曾登陆过月球,直到月球的引力比地球小得多,但是火星却不一样,虽然不如地球但是比月球还是要高得多。 以我们目前的技术,要宇航员去火星自然没有问题,但是回来的问题就很大了呀,毕竟两者之间的距离并不算短,而想要从火星回来那就必须要借助火箭。 可是单靠一两个宇航员,显然是不能操控这么大的工程,有火星人帮忙还差不多。 再者就是刚刚说到的距离问题,以我们现在的速度,去火星来回起码需要一年的时间,然而我们目前并没有在太空有生活一年的宇航员记录。 所以科学家才会说不是不能,而是不敢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